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新加坡建国50周年9号展开庆祝活动 这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各大媒体播放李光耀三年前录制的独立宣言录音 空军黑骑士特级飞行团队展现高难度的战级飞行表演 国庆典礼上 新加坡总统陈庆岩在礼炮声响中检阅三军一对 现场民众挥舞国旗 场面热烈 晚间绚烂的烟火表演 让师臣民众赞叹连连 也为庆祝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烟火璀璨夺目 装点夜空 新加坡庆祝独立50周年 在9号国庆日这一天安排连串精彩节目 祝福国家生日快乐 新加坡各地庆祝活动不断 其中以空军飞行特级表演最为吸睛 新加坡的空军黑骑士特级飞行团队 驾驶战机 花跃天际 变换各种高难度队形 直升机队也出动 吊挂巨幅国旗低空飞跃 观众赞叹连连 回到地面上也有看头 机动部队接受教育 场面壮观 新加坡还特别播放建国总理李光耀 三年前录制的独立宣言录音 让师臣民众重温当年新加坡宣布独立的历史时刻 总理李献龙回首艰辛的建国过程 则期许全民不分族群 放引未来 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中央事记者黄志强 新加坡报导 各位观众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地点观众 报导 报导 歌手庄花子 台湾空演的第一场表演 我是报导 歌手庄花子 明月海里奥 明日 未来に変えた日 あなたたちの果たちが 泳ぎ疲れた歌に揺れて あなたは 白い夜影に 恋も知らぬなして 汚れなど知らない あなた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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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 あなたが あなたは あなた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